彩虹是美丽的 彩虹是多样化的 让我们一起来听 让我们一起来看 彩虹琴的世界 高雄广播电台 与树德科技大学人类性学研究所 共同策划 我是主持人林彦卿 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AM1089 FM90.3 彩虹琴的世界 大家应该有听到一个新闻 就是核佑没有罪 很多人大概很不开心 觉得天哪 什么都没有罪 通奸没有罪 核佑没有罪 那结婚要干嘛呢 通通没有保障了 有什么意义呢 好像我们结婚的目的是 要保障我们的感情 但是这个保障的感情 真的不是由国家来帮忙的 很重要的是你 就很像我们去读书吧 去读书的时候呢 你也会要有一张文凭的证书 没有错 但是学校真的没有办法保证你 一定拿到那张文凭 一定是你要努力的读书 学习 有人收获 通过了一些的门槛 学校给你的那张文凭 给了之后 并保 会保证你 学问 从此 就非常的棒了 再也没有不知的东西了吗 应该不是吧 当你拿到了这张毕业证书的时候 你可能要时时刻刻的去 看见自己 反省自己 知道自己的不足 再去学一些 可能是学校里头没有学到的东西哦 那婚姻的证书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而不是那张结婚证书 它就保证你永远情感不会变 太太先生 不会去爱上别人 那就看我们在这个婚姻里边 我们做了些什么事 今天呢 我也很想跟大家谈一谈 我们常常 换的迷失 几个点呢 很重要 我想今天的节目下来 虽然我都是用问的方式 但是也在提醒大家 我们到底在想什么 我们到底要什么 比如啦 我们常常会问对方 你到底爱不爱我 尤其是结婚到了一段日子的时候 会问对方说 你爱我吗 而对方当然 如果跟你还隆情密的时候 就会说很爱 非常的爱 如果呢 被你问烦呢 就会说 爱呀 那个爱呀 不是爱 是那个爱有的意思 就说 别再问了 非常的烦人 好 因此呢 我们会看到情侣们呢 都会对对方说 我很爱你 而且是看着对方的眼睛 很深沉的说 他们真的很关心 对方是不是爱他们自己 可是当我们如果一直问对方 你爱我吗 你到底爱不爱我的时候 那应该出了状况了哟 为什么呢 表示呢 你一直觉得你没有被爱 所以你一直问对方的承诺 另外的一个方法 可以做一个相反的陈述 其实呢 我都会劝一些人说 你不要一直问对方 你爱不爱我 你还爱我吗 你可以反过来告诉对方 我好爱你哦 我很爱你哦 表示你的能量是非常大的 而不是害怕 不再被爱 一直去 要求对方的承诺 所以当你对别人的爱 如此在意的时候 如此怀疑的时候 这个爱 其实是 很不切切的 为什么 因为你开始怀疑你自己 你觉得你自己不值得 不配得到爱 或是说你的爱呢 其实是有目的的 不然你在担心什么 你就不用问了 就像父母亲爱我们 我们从来不会否认 父母对我们的爱 可是当我们有 比较之心 有偏颇的时候 我们就会觉得 为什么爸爸妈妈 对大哥比较好 对老妖比较好 对你不好 你开始怀疑 你自己得到的爱不多 所以呢 就经常这个问号 在心中就会萌芽 萌芽久了 就渐渐地觉得自己 真的没有得到爱 当然 当你一遍一遍地 问对方的时候 你也不妨问自己 为什么要问 当问了自己之后 你就会知道了 其实你在害怕什么 如果你开始有害怕的时候 也细细地去问自己 那我们如果在对方不爱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办法爱我们自己呢 可是呢 很多人都会这样子认为哦 我付出了 可是对方却辜负了我 没有给我的相对等 也没有比我给他的还来得多 所以呢 原因就会出在我们呢 爱一个人的时候 期待有回报 这个回报呢 其实我们呢 假装用爱去做包装 可是呢 里面装的不是爱 是期待跟回报 如果这个回报没有得到预期 那就来了 就会告诉对方说 我这么的爱你 可是你不够爱我 嗯 这个在我的生活里面呢 也经常会出现一些事情 我记得我当时 结婚第三年吧 在当下只有一颗苹果 我就把那个苹果呢 切成了一半 然后给了我的先生 一半的苹果 然后我一半 应该很公平嘛 可是呢 我先生很不高兴 他觉得我为什么要 切成一半 各位有没有想通 你们没想通 我也没想通 他说我不够爱他 我说不会啊 我把一颗苹果 切成了一半 表示我是公平的 我没有让你吃亏 也没有让自己吃亏 我的先生呢 告诉我说不是 爱不是这样 爱是一个苹果 是你一口 我一口互相的药 我心里想说 哎呀原来我们表达的方式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他觉得 你一口 我一口 有互相的唾液 在那个苹果的上面 那是代表了这个叫乳墨 香芸吧 可是呢我从来没有想到 原来他对爱 是这样的看法 我后来就跟他说 那很不卫生 我又伤了他的心 他说 哎呀跟你的职业 太有关系了 我后来想一想也对 因为我当时在当医护人员 所以我觉得那个 卫生不生病很重要 可是他觉得 爱来的时候 是不会管生病的 你看哦 那个感觉啦 感受啊 价值观不同 我们对爱的诠释 也都会有不同 所以呢 我们就要想 我们爱的时候是没有错 错的时候是 你的爱是不是带着目的 还是带着太多的期待 这个就是 我们真的爱 可能有错了 还有呢 爱最大的问题呢 是大家都在寻找爱 我们都欠缺爱 我们很少先爱我们自己 我们都赶快的想去找一个人来爱我们 所以 你需要别人爱你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欠缺爱的人 需求越多的时候 表示你的爱就越少了 心中欠缺爱的时候呢 如果对方也是这样 所以你们两个呢 都是乞丐 互相跟对方讨爱 乞丐是讨钱嘛 可是你这两个乞丐呢 不是讨钱 可能也有讨钱吧 因为钱不够嘛 就觉得你给的家用费不够 给的太少了 然后你赚的钱呢 女方可能就是拿来存私房钱的 男方的钱呢 就是拿来用公款 当家用的 当有一天男方的钱变少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男方给的这个家用不够 他就不是一个男人 他不能安心的给你幸福 你的幸福是给谁的 是依赖在对方给你的幸福 就是他有赚足够的钱 他要足够的非常多的爱你 那你才OK的 就像这一阵子吧 有一些的演艺人员上的节目 用真人秀直播嘛 那就问了一个问题说 如果女生哭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很多人说 要哄她啊 要陪伴她啊 不可以觉得她哭很讨厌离开 这才是爱她 结果呢 这个有一位的男影星 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记错林志颖 就说 哎呀 那怎么可以让女人哭呢 如果女人一旦哭了 那就是不对了 好了来了 大家就觉得她好棒棒 因为她舍不得让她身边的女人哭 那我就要问大家 如果你自己会哭 那有一个人呢 在她的生活里头 是从来没有给你哭的 一定是给你干嘛 欢笑的 那表示你这一生中都没有哭过 只有笑过 你觉得可能吗 应该不可能呀 纵然对方没有任何的缺点让你哭 有时候你自己的缺点 你自己的不顺心也会让你自己哭啊 所以你的哭不一定是对方造成的呀 有时候是你自己造成的呀 那当然有可能会哭啊 那怎么去处理你自己的哭 跟处理自己的情绪 我觉得很重要耶 为什么当你在哭的时候 是一定要有人哄你呢 照顾你呢 那如果没有人哄你 没有人照顾你 你就哭死啦 哭到死掉啦 那你能不能面对着你的伤心 你的伤心是什么 你怎么去处理你的伤心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看哦 当有人可以让你不哭 大家就会觉得那是很幸福的生活 可是对我而言 那个都是太仰赖别人了 记住 当你的笑 是要靠对方给你的时候 你是有问题的 因为那个笑应该是干嘛 自己给的 OK 所以真正的爱 是你在不需要任何一个人的时候 真爱才会发生 也就是说 在你完全满足了自己 不依赖别人的时候 爱才有可能发生 假设你都对别人有需求 需要仰赖 需要依附 那你只会干嘛 占有控制跟剥削 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爱 你也没有办法去爱别人 所以说清楚了 你自己必须要先有爱 你才有能力呢 去给别人 因此我在这里劝听众朋友们 当你不需要别人来爱你的时候 反过来你会爱别人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得到爱 有没有很玄呢 不会吧 很多人都认为我就要去找爱 不是的 是当你都不需要爱 而且能够去付出爱的时候 那你就会得到爱 譬如这样说吧 你在路边看到有人受难了 或是在路上乞讨了 你会把钱拿出去给这乞讨的人 因为你没有要乞讨的人先给你钱嘛 因为你自己很富足 所以你给了钱 还有你当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出手了去帮忙 你没有渴望别人干嘛 来帮你嘛 当你越是这样做的时候 你得到的满足感 是不是更多呢 应该是的嘛 可是呢 常常很多人呢 一回事就一马事 就没有办法贯通 就经常觉得 那个是给需要钱的乞丐 是需要帮忙的路人 但是当你跟你的爱人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反而忘掉了这一块 就经常去干嘛 去要 那我们的失望 为什么失望 因为它本来就是老样子了 老样子呢 是没有办法达到你的期望 所以你就觉得失望了 所以这个失望呢 就会让你挫折了 那来了 为什么你会失望 我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吧 有一个妈妈呢 说她是天下最会沟通的母亲 怎么沟通你知道吗 当她儿子呢 这次考第二名的时候 她就会跟儿子说 没有关系的 这次我们考了第二名 我们就要继续努力哦 我们下一次就会得到第一名了 然后呢 儿子呢 如果这次呢 成绩考得不好 他就会说 没关系 我们就要再加油 我们的成绩干嘛 就会好起来了 听众朋友们 有没有觉得有问题 没有嘛 这个妈妈都是用鼓励的话语 可是这个儿子呢 就从此以后 都在跟母亲沟通 都不讲话 然后那个母亲觉得呢 她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 她是很会沟通的母亲 可是呢 孩子呢 面对她的时候 都是沉默不语 因此她就去 找了一个 所谓的智商师吧 然后这个智商师呢 就为了这个妈妈的困难 就请那个儿子过来 然后来的时候呢 她就问孩子说 你想喝什么 孩子也不吭声 你不吭声 那我就是倒 一杯茶给你咯 然后孩子也不吭声 她就倒了一杯茶 你渴的时候你就喝 如果你不渴 你都不要喝 然后就问她说 你有没有想要告诉我的 她还是不吭声 她就直接说 你妈妈来找我 她就最大的难题 就是你都不吭声 那孩子还是不吭声 然后就喝茶了 这个智商师就这样说了 那这样吧 你如果觉得 今天都不想讲话 你就不要讲话 你就喝茶 如果觉得开心 那你就喝 然后喝完茶 你觉得你还是没有话要说 那你就可以离开 那下次呢 你想要来这里 只是喝茶 觉得很开心 那你就来 我们可以不讲话 后来这个孩子呢 就真的常常来喝茶 不说话 那终于有一天呢 这孩子觉得在这里很自在 没有压力 他就开始说话 他说其实他母亲带给他们很多的压力 他就讲了他母亲这些事情 他说他跟他哥哥呢 都很期待他的母亲 把多余的时间好好的爱自己 不要再去关心他们的功课 因为他觉得他的关心 都把那个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 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复习的 然后他觉得他们的母亲很可怜 因为所有的期待都在他们身上 完全忘了他自己 他反而听他的母亲可怜 后来呢 妈妈就跑来问说 怎样 你有没有跟我的儿子沟通 他说有 你的儿子呢 要我送这些话给你 哇 母亲听着开始大哭 他说我没有想到 我给他们那么多的压力 因为他们要我好好的爱自己 嗯 他说对 他说你以后回家 都不要管他们的功课 问自己吃饱了没 开心了没就好 可见一斑了 所以我们再来看看 爱到底要怎么呈现 会比较好 免听着温暖的声音 94.3 让我有整天好心情 94.3 分享生活点点滴滴 随时陪伴着你 你最好的马迹 我是主持人林彦卿 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AM1089 FM90.3 采纹期的世界 当然我们其实呢 经常希望我们爱别人的时候 别人也要爱我们 可是有时候 不见得别人会爱我们 如果别人不爱我们 那我们就会恨他哦 对不对 因此很多失恋的人 就苦苦纠缠 因为很不甘心 可是呢 感情叫两相情愿 如果你把它当成投资 当然就血本无归了 因此呢 如果我对你付出了 你就不能让我失望 所以这样的爱呢 就跟做生意呢 很像 我们把它当成投资 谈恋爱的时候 不当成投资 会有困难吗 我就想要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如果我们的付出不是心甘情愿 是有所求的话 那我们就不要做了 因为那迟早会辨职 人们呢 会由爱生恨 其实是因为把爱当成的商品 所以不认为自己应该要白白的牺牲 所以感情如果别人不爱我们呢 就在怨恨下收场 如果我们的爱不求回报 那怎么会有恨呢 讲到这一点的时候 还曾经有人跟我说 那个没有恨的爱 哪是爱啊 爱一个人遇之深 恨一个人遇之死 这才叫做爱 他说爱就是这么的激烈 不是黑 就是白 哇 我觉得这样的人 跟他谈恋爱很可怕 所以呢 我们最近的案例 大家如果有看手机新闻 有一个男的跟一个太太呢 结婚 太太呢 他就是经常看他先生太花了 就会经常情感移动 后来呢 他们就协议了 因为他不喜欢过这样的生活 协议了 那我原来想说 他协议的很好啊 就和平的离婚 没有走上法律 到法院去 可是太太心有不甘耶 虽然是协议离婚 太太呢 离婚的第二天 就又色友 又色友 跟先生说 我们再来最后一次性爱吧 先生不宜有她 觉得太太呢 还是很依恋她 所以愿意付出 结果太太呢 其实在她激情的当下 拿了27公分的剪刀 很长哦 那个剪刀27公分 像是公分这么长吗 27公分 咔嚓 把它剪掉 然后冲去马桶 冲下去 先生呢 忍着伤口 要去救她那个被剪掉的 生殖器官 要到医院去接回 太太太顺便拿起厕所的盐酸 往她脸上撒 先生痛到不行 呼救 爬着出去 然后好不容易真的被救回来了 所以呢 她的生殖器官只剩下一公分 然后太太被抓的时候 跟警察说 我宁愿被关 我就不让别人也得到她 你看那就是恨 恨到这样哦 可是呢 先生当然觉得自己太惨 求偿一千万 就告上法院 伤害 太太说她宁愿被关嘛 没有啊 真的要被关的时候 她就拼命上诉 因为她真的不想被判刑那么久 后来法院呢 判了一百万 没有到一千万 因为考量到 对方的财务基础嘛 然后她只剩下一公分 很多人会觉得 她是悲惨的下半生嘛 可是很幸运的哦 她后来有找到了一个女朋友 那个女朋友 不嫌弃她只剩下一公分的人生 愿意陪伴 那从这个案例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一个人得不到的人啊 她就会恨 而且是用这么残忍的方式 等于阉割嘛 有点像古兽的太监 等于阉割剩下一公分 那个大概很难使对方 如果按照正常的夫妻生活 很难有怀孕跟生殖 那还好现在的科技很发达 可以用人工受精的方式 那当然性爱 不一定是一定是要用生殖器官去运作 所以当一个爱去表达的时候 有很多的爱可以表示 可是大家都很害怕爱 有人传了给我一个图案哦 大家可以想象哦 有一家家具公司 请了一个公读生说 你要把我们的展场 布置成有爱的感觉 大家才会来买这个家具 尤其是沙发啊床啊 这个公读生很天才 很有创意 我看到的那个影片的时候 我心里想说 我如果是商家 我会重用这个公读生 可是那个公读生第二天被 他就把那个沙发上啊床上啊 用那个两只熊宝宝 然后用一个两只熊宝宝 然后一直在上面 一直在下面 然后一只熊宝宝呢 用他的嘴放在那个熊宝宝的下体的姿势 还有呢 用背后的姿势 熊宝宝有两只 从他那只的屁股 他的嘴去吻他的屁股 还有用他的下体 去弄对方熊宝宝的屁股 就是他所布置的都是性爱的姿势 老板抓狂 可是在公读生里面认为 做爱做爱是最有爱的感觉 可是我觉得那个很Q版 因为他用熊宝宝 两只咖啡色的 很可爱的熊宝宝 那个老板啊 太不知情趣了 没有办法 他又不是用真人 那个其实来看家具的 一定会会心的一笑 然后一定会逛更多 就会逗留 就会购买 老板没有商业的头脑 所以没有办法 好 所以来了 我们其实呢 我们经常有一种心态 就是我们在爱别人的时候 其实是因为太爱自己了 因为他伤了你的心 辜负了你 所以你毁不当初 早知道当初就不应该爱上他 也不应该爱得这么深 这是我们经常 在爱离开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说的话 然后认为自己爱错了 觉得很后悔 可是当他不爱你的时候呢 并不代表他有错 也不代表他该负责 为什么 因为你自己去爱上对方嘛 那爱上对方的时候 你到底看上对方的什么优点呢 当初你看的优点 到现在变成了缺点 所以呢 我们呢 会经常 要对方为自己的错爱负责 比如说 你爱上了一个 会经常情感移动的人 你爱上了一个爱酗酒的人 赌博的人 酗毒的人 他本来就是这样 那你干嘛要爱他 那你爱上了他 又认为自己干嘛 是错爱吗 或认为 你觉得你爱的时候都是对的 可是他做这些事情 做到后来让你不爱了 你会开始怪他 可是他原来就是长那个样子 他的行为就是那样 可是呢 经常你的付出是为了表现你的爱 那些的爱是源自于你是自私的 因为对于一个你不爱的人 你是不会付出 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因为你的爱出自于你自己 跟对方有没有爱你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你不断的去爱对方 可是你渴望对方去爱你 那对方爱你的方式不对了 就像我前面说的我先生的例子 他爱的我本来就是原来的我 那就是在这个行业上 我就是讲究卫生的 可是呢他忘记了我这个行业呢 消毒啊 消毒啊无菌啊 都很重要 那他呢就幻想 他呢应该要用这样子的甜蜜行为 才代表爱 所以他就会认为我干嘛 不爱他了 就因为他从他的思考的范畴 去想 那我不可能因为 所以我为了要符合他的你一口我一口 我就改变了我的做法 因为我还是要坚持卫生 所以呢 我们的冲突点应该就会在这里了 好 那我这时候不遵守他的你一口我一口 那他就会认为他当时假设啊 爱错而已 那我就要变成我要为他负责 他就不会认为他自己要负责 那我也觉得很有趣的时候是 我们那时候约会 约会的时候我是不会看时间 我一定带着一个英文单字的词典 然后就去背英文 因为那时候我很想考托福 所以我就利用所有的时间 然后也很想约会 因为我觉得约会很好玩 所以约会在等人的时候 我就会看被字典 然后等到约会看电影 我就字典收起来 回家的时候就继续看我的英文单字 然后他就觉得我从来没有批评他迟到 他五回呢 就会有三次迟到 而且还是在15分钟到30分钟 然后就会跟我说 啊他塞车了啊 啊他什么临时有事啊 那我就说哦没关系 我都说没关系 然后就把那个字典 合起来说 怎样现在要准备去哪里 要吃什么要看什么 他结完婚之后呢就告诉我说 她是看上我都不会责骂别人 而且是一个很有修养的女孩 她觉得这个太太呢 娶回家情绪管理应该很好 然后呢也很爱看书 后来她压根没想到这个娶回家的妻子居然还去念了硕士 念了博士 然后不烧饭了 也不折衣服了 也不洗地了 因为她光念书 她觉得别人家的太太都会做这些事情 她有开始后悔 懊恼 我举这个例子是在告诉大家 你当时看上的她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她后来会做这些事情 其实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你只是没有想到 蛤 这么离谱 所以呢 我们在看上别人的时候 就要想到她如果 她在后面发展的更有很大的脉络的时候 你如果认为那是灾 灾害 或是一个种你不能够接受的时候 那真的是你当时 你爱的是你自己想要的那个人 而不是真正的爱上她 因为你有期待吗 期待她以后情绪管理很好 她会做很多家事 然后呢 她很有深度 很有学问 很有气质嘛 你其实都有所求 可是当对方发展到极致的时候 你发现 原来你都没有办法享受到 你会害怕 所以那个是爱的报酬 你希望爱有报酬 所以你觉得空虚 应该是说 空虚跟寂寞的时候 你会希望有一个人来解除你的空虚跟寂寞 因为它的出现 让你产生爱的感觉 所以很多人很难 孤独 我觉得孤独是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你可以静下来享受自己的一个人的孤独 可以做什么 可是寂寞不太一样 寂寞你会慌张 你会开始觉得无所适从 你就会往人群里头跑 所以有些人就会害怕 会往百货公司走 因为那边有人 或是你会铺棚引友 来跟你一起 好多人跟你喝个下午茶 陪你度过一个漫长的下午 甚至你会急着赶快要去旅行 虽然不认识人 但是你希望你跟着很多人去游山玩水的时候 你就不觉得你寂寞了 这时候你就应该要好好的看自己 到底你是享受孤独呢 还是害怕寂寞 我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我们呢 出生的时候其实会有父母 慢慢的会有兄弟姐妹 好 接着我们去谈恋爱 我们找到了一个人 他会度 帮我们一起陪伴 跟我们度了一些的岁月 可是别忘了 有可能对方 不再爱你了 离开了 或是对方生病了 离开了 你会只剩下一个人 儿女也有儿女的婚姻 儿女的事业 他不见得都在你旁边 那你怎么去过一个人的生活 我觉得很重要 因此有人呢 跟我说了一句话说 当如果你没有办法 面对孤独 享受孤独的时候 其实你不适合老去 你不适合老 因为老了一定会孤独 老了也会寂寞 那如果你很害怕寂寞 那你就会老得很悲惨 所以当你可以一个人自己逛街 一个人生日的时候可以自己走进西堤 或是到这个很棒的餐厅 五星级的法国餐厅 去给自己点一个生日餐 然后自己点一个蜡烛 告诉自己祝我生日快乐 那表示你是很会过生活的人 如果你一定要干嘛 要有人送给你礼物 一定要有人帮你庆祝生日 那事实上你一定要依赖人 依赖人的时候呢 就是你害怕你的空虚跟寂寞 所以要问自己 你是为了满足你自己 还是为了满足对方 这个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为了满足你自己 那很抱歉 我们经常不容易得到爱 我们经常会容易干嘛 失去爱 因为我们的爱里面 有太多的支配 有太多的掌控 如果对方也是这样 我们就会有争执 我们就会有彼此的伤害 而且越来越看顺眼对方 所以问自己哦 你的爱会不会痛 如果这场爱谈下来会痛 道歉 它就不是爱 等一会儿呢 我就告诉大家 什么样的感觉 你觉得是会痛的爱 放松着温暖的声音 随时背叛着你 94.3 你最好的马迹 我是主持人林彦卿 欢迎收听高雄广播电台 AM1089 FM94.3 长期的世界 为什么说会痛的不是爱 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呢 其实去当了别人的情感移动者 也就是所谓的小三 然后你会常常听到他们呢 会觉得他们跟着对方 三年啊 五年啊 十多年啊 二十年啊 可是他还是没有办法离开对方 可是问他 开心吗 他其实是痛的时间 比开心的时间还长 还多 可是呢 他舍不得离开 因为可能对方有供应他金钱吧 或是呢 他觉得没有对方不习惯了 或是 他也觉得 这样子的日子 他适应 可是呢 他一点都不高兴 我记得有一次呢 有一个人呢 就来找我 然后他已经跟他有十五年的时间 他就问我说 他是不是该离开他了 那我只问了他 我说那你在这十五年当中 你可以告诉我 你开心的时间多 还是伤心的时间多 他说当然是伤心的时间多 因为他都是减别人零碎的时间 因为对方要回到妻子的身边嘛 所以他只能够用他剩余的时间来跟他见面 而且那个见面呢 有时候短着一个小时 最长了不起半天 三到四个小时 他就要赶快回家 因为他怕妻子会起疑 当然他还不能公开的跟他去见面 为什么 因为怕这样子的情感会露线 所以他也只能够在他们两个人室友的空间 他下厨煮一顿饭 还不能够公开的去外面吃一餐 他永远生活在阴暗的黑暗处 见不得阳光 他告诉我他连同志都不如 他同志只不过是同性别 他们还可以 在当时还没有同志婚姻合法化之前 同志只是不能够当街手牵手 在路上 但他们可以自己互相互许终身 那同志婚姻合法化之后呢 同志更棒了 他们可以公开他们的身份 他们甚至可以去结婚了 他就跟我说 他连同志都不如 那我就问他 我说居然 开心的时间这么少 伤心的时间这么多 那你要离开吗 他说不离开 我说那你今天找我的意义 是要做什么 他说只想找一个人 来聊一聊 谈一谈 把这些的苦闷 有一个人可以说 因为他不能跟他旁边的 好朋友 还有闺蜜们说 他只能够来找 值得信赖的专业者来说 我说好 我说那从今天起 你可不可以告诉自己 有哪些事情 你可以比较开心一点的事 你就去做 他不在的时间 你不用守在家里 你可以去做 你最开心的事 比如你有一些的兴趣 你就不妨去 假设你还喜欢画画 那你就去看看是水彩画 还是油画 还是国画 其实学习的时候 你也会消耗一些时间 他会有成就感 因为你可以开个个人的画展 或是你没有的 不会的游泳 你也可以开始重新 现在告诉自己 你可以去学游泳 或是去学潜水 说不定哪一个潜水的执照 我觉得你可以由你自己 可以挥霍的时间 不一定要等他 当把你这些时间排满的时候 说不定他 要来找你的时候 还要跟你瞧时间呢 还不是你在等他呢 我说那个时间 不是拿来等他用的 而是你自己可以控制时间 那也许你参加了 这些活动之后 你有会看到一些 不同于他的人 打开了一些的视野 跟场域 说不定可以找到一个 可以公开在阳光下的人 我说这些呢 其实你是可以试一试的 所以呢就问自己 在这场爱情里面 你到底开不开心 当然我也是说给婚姻中的人 不要以为结了婚的 原配的先生跟丈夫 就是喜乐多 痛苦少 不是的 我也发现很多人很痛苦 可是舍不得离开 舍不得离开的原因是什么 有时为了民婚 有时为了儿女 有时为了财产 舍不得离开 可是过得非常非常的辛苦 为什么 因为执着那份 自己认为的 嗯 婚姻吧 就为婚姻 而婚姻 所以当婚姻里头 如果没有了爱 其实真的只剩下一无责任 还有就是什么呢 嗯 恩情 没有了爱情 但是恩情 因为曾经在对方当年 都是年少时 或是一瓶如洗时 然后可以陪伴了这么多的光阴 生儿育女 白手 起家 到有一些的财富 这些其实都是点点滴滴的恩情 虽然知道对方不适合在一起了 可是呢 这么多的恩 使我们呢 在这个婚姻里边 所以就用恩情 维系走到了老年 而不是用爱情 这是我所看到的 大多数的婚姻 其实是这样的 那我们也常常会认为 对方呢 在婚姻里头会变 以前对我们那么好 现在怎么变成这样呢 他说过会永远爱我 为什么现在已经可以不爱我了呢 是的 他的确变了 人都会变 谁可以永远不变呢 几天前 你们原本说好要做什么 可能后来为了一点小事 你们不是也变了吗 原来你们刚刚还聊天聊得好好的 就因为对方说了一句不重听的话 脸色变了 口气变了 想一想 你不会变吗 你说那是小变 不是大变 所以是可以的 刚刚讲不重听的话脸一变 但是还是可以在一起 我们想一想 每秒 每分 每时 我们都在变 累积下来的变 当然有一天 真的就会变得回不去了 所以呢 早上你有一个我 下午也有一个我 晚上 你有一个我 在一天当中 你有三个不一样的我 假设你今天很开心 高兴 可是呢 也许有一件事情 让你懊恼 你回来的时候 你可能很有 力气 还是没有力气的说 我回来了呢 当然是有气无力的说 回来了啦 然后呢 可能 当下的你 不想说话了 对方很热情的招呼你 但是你都不想说话了 我们想一想 我们都会变 为什么 别人就不可能变呢 当然也有可能变 所以 经过了很多的事 很多的历程 对方都有可能变了 所以他变得不再爱我们 是有可能的 虽然你还没有变 但是他会变 当然 在乐念中 每一个男人 都会把自己 承诺给他的女人 都会告诉对方说 我的爱 永远不会变 女人也会承诺说 我也会一生一世 都会爱着你的 可是未来 我说真的 没有一个人 可以掌握 我们连明天 都掌握不了 今天去睡了一觉 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自己到底还在不在 不知道 这一刻 你还坐在这里 下一刻 你出门了 你不知道 你会变成什么 或是你生病了 下一刻的你生病了 下一刻的你 不见了 所以 我们经常是没有办法 预测未来的 很多人会对他 心爱的人说 我如此的爱你 可以为你上刀山 下油锅 可以为你失神一切 只要你开口 我可以为你而死 没有一个力量 可以阻挡我 可是当他说完 这句话的时候 女孩子问 明天你会来接我下班吗 他说 如果没有下雨的话 刚刚才讲了一堆 可是现在你问他 会不会来接你下班 他说没有下雨 可以来接 所以不要扯太远 一生一世 只要下一点雨 就会是一个小困难 所以我们还是务实一点 别把对方的话太当真 当当笑话就可以 所以变心有没有可能 当然是可能的 可是他变的心 是不是故意的呢 也许不是故意的 怎么说 他爱你的时候 是真的很爱你 可是他真的不爱你的时候 也真的不爱你 他没有骗你 所以没有办法假装 所以假装很爱你 因为假装久了 你也会发现 所以怎么办呢 假装了以后 也不是爱了吗 那怎么办呢 所以当处在爱的当中 爱就发生了 所以他不是虚情假意 那一刻 他是真的叫永恒 可是呢 永恒呢 就是在那一刻 后面 他就不会是永恒 到没的时候 就是没了 所以如果有一天 他告诉你 他不再爱你的时候 你要很平静的去接受 因为那一天会来临 我们不要认为 那一天不会来临 可是太多的情人 跟夫妻认为 只要签了结婚的证书 那一天都不应该来临 或是我们取了承诺 就不应该会拥有 太难太难了 但是有没有例外呢 当然有 我看到了一个故事 有一位女子 她是日本人 她跟她的先生 结婚的第二年 先生就被日本当时去征兵 打第二次世界大战 然后就过世了 过世了 然后那个女生呢 辗转去找她的先生 后来从活着回来的同袍 知道她的先生过世了 她非常非常的伤心 决定一生一世 都不要再结婚 可是呢 她这样子的情况 家人很难过 也很着急 所以她是在20岁的那一年 结了婚 22岁那一年 死了丈夫 她到了40岁的那一年 她才结婚 结了婚以后呢 她有把她的这些 曾经结婚的事情 告诉现任的丈夫 然后现任的丈夫 知道她心中有一个前夫 后来也都觉得她 这是她的过去史 没有关系 她也生了一个孩子 一个女儿 嗯 然后呢 就这样过着过着 到她的97岁的这一年 当她先生在她 90岁的那一年过世了 然后呢 她一直跟她的儿女讲 她的心一直想要 再见一次她的前夫 20岁结婚的 那时候的她的丈夫 因为那时候她没有生孩子 这两个孩子是跟这现任丈夫结的 后来终于 呃她呢 在97岁的那一年 她的儿女帮她忙 终于找到了她的照片 就是她穿着军装 哎 当时她有拍照 他们要去打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出发前她有拍照 她就在97岁的那一年呢 就捧着她 20岁的 丈夫的那张照片 然后呢 就对着那个照片中的丈夫说 我终于 见到你 她说我在当时见你的时候 已经是诀别 我当时见你的时候 因为知道你要去打仗了 我一定希望你回来 但是你没有回来 这叫诀别 我今天再见你的时候 也是诀别 因为我已经97了 我应该没有再能见你的时候了 所以我们有两次的诀别 好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女人对那个丈夫 是一种承诺 对不对 可是呢 她不是也说过 她今生今世不再结婚吗 可是她有没有变 有 因为碍于她也要生活 她也需要有一个人陪伴 照顾 所以她也结了婚了 所以虽然跟她先生说 她今生今世不再结婚 但是她有没有委诺了她的诚意呢 有啊 那你可以说她不对吗 没有啊 因为将心比心同理的话 认为先生过世了 虽然她有下这个承诺 可是她是可以结婚的嘛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在你的爱人旁边 临死的时候 不要随便下承诺说 你走了以后 我不会再娶了 我不会再嫁了 千万不要讲这样的话 因为这样的承诺哦 不要乱下 你就安静地送她走 然后你要过世的人哦 也不要为难你身边的未亡人说 我走了以后你不可以嫁人哦 你不可以再娶哦 不要说这样子很愚蠢的话 你应该跟她说 我走了 你自由了 仲有很多很多的不快乐 都一笔勾销了 你可以去追求你的幸福了 这句话是真的 其实我的先生在当时过世的时候 他很可爱的遗言哦 没有留财产 因为他也没有财产 他就跟我说 嗯 我终于要走了 如果你在婚姻当中 有任何的不快乐 都请原谅我 可是呢 我可以看到你应该可以自由了 可以飞翔了 所以当时我的儿子在旁边 听着他爸爸讲说 妈妈可以自由飞翔的时候 都好讶异哦 我觉得爸爸的遗言 很特别 可是我很欣赏 因为呢 他在他临时的时候 他是放他的伴侣飞翔的 所以我也自己也觉得 如果是我比他早走 我也应该是告诉我的先生说 你自由了 你可以飞翔了 当然你要再娶 还是要干嘛 我觉得都是他自己的意愿 不应该去做设定 所以呢 我们真的不要 下了承诺之后 认为这个承诺不会变 会的 当有这个共识的时候 你就没有那么的伤心了 又接近尾声 别忘了我们的彩虹旗的FB 你一定要上去提问题哦 麻烦你守住每个礼拜天 晚上的10点到11点 高雄广播电台 彩虹旗的世界 频道 AM1089 FM90.3 拜拜 拜拜